dissolving myюсь ажirian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晚安 感谢主又是我们一个礼拜求入崇拜的时间到了 然后今天要进入我们的信息之前 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一起低头祷告 把我们今天要分享信息交在神的手中 让我们在我们当中做王章群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葬礼你的恩典 谢谢你 主要总整快要一年的时间 一旦带领 你也保守顾念我们 让我们透过这个直播 可以把信息传到我们当中 主要谢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的家人在白忙当中 把他们也在白忙当中更多的来认识 耶稣谢谢你 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入你的信息 让我们也可以聚听你的教导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感谢主让我们今天继续 我们今天在信息里面 我们今天要进入的主持信息 我们在耶稣的这个医治的神迹 我们看见西伯拉书第十一章的第一节 他告诉我们说一起来读一下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感谢主 西伯拉书说信 信仰的信信心的信 是所见之事的实底 未见之事的确据 今天在西伯拉书里面 他在告诉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很多事情 因为你还没有看见你就信了 你就有福了 今天在这个信息的听闻里面 让我们真的真的看见这一件事情 我们引用的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 马太福音第五节到第十 第十三节 第八章五节到第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经文 耶稣进了加坂 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 主啊 我的仆人患痪患病 躺在家里甚是疼苦 耶稣说 我去医治他 百夫长回答说 主啊 你到我设下 我不敢当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必好了 因为我在人的泉下 也有兵在我以下 对这个说 去 对那个说 来 他就来 对我的仆人说 你做这事 他就去做 对跟从的人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么大的信心 就是在以色列中 我也没有遇见过 我要告诉你们 从东 从西 将有许多人来 在天国里 与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一同作息 唯有本国的子民 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 去 在那里必要哀哭窃死 耶稣对百夫长说 你回去吧 照你的信心 给你成全 那时 他的仆人就好 谢谢 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非常特别的 刚刚这个经文在读的时候 我就看见这个百夫长就对耶稣说 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至痛苦 耶稣很快就跟他讲说 我去医治他 我看过耶稣的医治 我看过耶稣问那个虾子说 我能为你做什么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但是 他就问这位百夫 我去医治他 百夫长竟然回答说 主啊 你到我设下来 我不敢当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必好了 因为我在人的权项 也有兵在我以下 对这个说 你去 他就必定要去 他就必定来 对我的仆人说 你做这个 他就去做 耶稣在讲什么 耶稣在讲的是一个权柄的问题 这位百夫长 其实他手下有多少人 他管理了一百人 他的兵在他的以下有百人 那他上面 更多的权柄在他的上面 这一位百夫长 有一个很好的好典范 很好的好民伴 我们学到这个秩序的问题 我们学到什么 活在遮盖底下的问题 所以当耶稣看见这位百夫长 耶稣非常的 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安慰 因为他看到这个百夫长 是因为顺服的很伟生的 所以我们看到 当耶稣这样子告诉 这位仆人的时候 他说他的仆人就在这个时候 就得医治了 信心的医治神迹在什么地方发生 就在这里发生了 不久以前 我收到从印度寄来的代表信 就是印度的克安通牧师 他寄了这个代表信来 让我们能够为他们孤儿院祷告 从我认识他这样一二十年 克安通牧师在他印度的孤儿院 从二十几个院童到现在已经是 两千到三千 可能就更多 我好久没有去跟进 但是他写信来说 这一次我们这个武汉肺炎 不但他的太太受感染 他的孩子 因为孩子很多人都住在一起 就住在一个小房间 他也常常告诉我们孤儿院的情形 但是他第一个礼拜他很着急 但他的太太确诊 他的这些孩子 二十几个孩子都确诊 都被送到医院 住在医院里面 而且病情非常的不稳定 因为孤儿院的孩子 或是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都为他们安心 在没有疫情的时候 克安通牧师可以寻回 在世界各地讲道 他不但能够拿到一些奉献 也给他们一些愿童孩子 医院里面的需要 甚至于帮助他们修建他们的孤儿院 但是这一次 当我们看到 安通牧师的太太也生病了 孩子也生病了 但是感谢神 第二次 第二个礼拜 他又寄了一封信来 要看这个信的时候 我里面就有一个挣扎 我就说神啊 你真的要抑制他 当我还来不及担心 我把这个LINE的信息打开 安通牧师说 谢谢你们的带导 这个二十几个孩子 本来都住在同一个医院的整个长廊的 他回去看他们的时候 他走过的这个长廊的医院 当他再一次做检验的时候 确诊人数完全没有了 完全都得到了阴性的反应 这是什么 这是信心 信心的功课 其实信心是什么呢 信心就是当他祷告 他相信是阴性 就预定要一致 这是信心的功课 上帝的一个作为 我们也常常引用 在英国的这一位孤儿院的院长穆勒 穆勒也因为他在经营一个孤儿院 当那些孤儿院的院童 清承起来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什么发生什么事 他开始祷告的时候 有一个面包店 他怎么样 他停电了 他面包店的面包 他的泥奶都需要赶快送出去 所以穆勒看到这些院童的需要 他没有祷告这个卡车 要送面包来他的孤儿院 但是因为他在那边祷告 这个孩子需要有东西吃 所以厨师在他那个情形之下 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他只有告诉孤儿院的院长 我们食物没有了 今天中午不能供应孩子要吃什么 但是穆勒院长 就对这个厨师说 告诉这些不是恐怖 把碗 把快 把该吃的都准备好 他开始在祷告的时候 很快的 这个面包店 需要有人帮助他 把这些鲜明奶 这些面包都送出去的时候 他没有送去别的地方 他送到他们的孤儿院 所以我们也看到 耶稣对这个百夫长的信心 我们也看到安童牧师 祷告的信心 也看到穆勒 孤儿院的院长 祷告的信心 都尽力了上帝的恩典 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 他们都已经相信神必定要成就 我们不需要借着我们的经验 来作为判断的前提 我们也更不需要看见事情的结果 对神的心来说 这种信心是建立在上帝是自由 拥有 上帝是无所不在 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 上帝也绝不说谎 神的真实可信是由上帝的话而来 神基其是之所以可以表现出来 乃是经过千百年圣经的时间 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神是有永有 神的神性是永存的 唯有主的道是永远不变的 当你传福音你必定要传这个信心 在圣经的当中我们对信心 我们对这个信心也做了多方面的启示 那我们这样看来人称义不是因为行为 也不单单因此信 人称义乃是因为你的行为 不是单靠着信心 雅各书这样跟我们讲 人称义不是指因为行为 对不起我说错 对不起我说错 人称义是因为行为不是单靠着信心 信心是神医音质的前提 圣经也对我们说你信得着就义得着 教会有一位从温州来的妈妈 在祷告当中她常常说信到哪里 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祷告 这样子的祷告是非常激励我们的 同时我们也看到耶稣也对他们在本乡 本乡本城这些不信的人 耶稣对他们在拿撒勒的这些不信的人 耶稣怎么说 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三章那里 五十七节到五十八节 耶稣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 没有本类人尊重 耶稣因为他在拿撒勒那里 很多他们家乡的人不相信他 因为他们亲看他 因为他们在家乡的人说 这不是牧匠的儿子吗 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 他的兄弟 杰西 不是都在我们当中吗 如果这些人因为对耶稣 他亲看耶稣的作为 耶稣即便一样的圣灵的能力 他在祷告 他也没有办法多做不能行义 如果病人不信神的医治 神就很难在他的身上行医治了 耶稣因为这些人的不信 他也在他的家乡不能行义 耶稣在这里说 他不过是按手在一些病人的身上 医好了他们 耶稣也非常诧异他们的不信 耶稣就往周围的乡村和村庄去教学 人了 不信被破坏圣灵的工作 上帝是个灵 人要用心灵和诚实 来跟这位上帝交通 若人不信心不打开 圣灵进不来 人与神的交通就会被打断 就会被合理 就很难得到医治 信心跟医治指这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当中有些人 对这个信心跟医治 有一些疑问 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假如今天你要写一封信 还是你要写一篇报告 你要写一段文章 你需要什么东西 你需要笔 你需要什么东西 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有室内 有看得清楚的阳光 这些都是我们写信的必要条件 没有了他们 我们没有办法写成 不管你要写信 你要写作 你要写报告 但是 当有了你的笔 有了你的值 有了你的光线 什么都好了 你也一见得你会写成 必要条件是信心 但是 得医治的原因是在于主耶稣基督 因为上帝的主义 因为耶稣的怜悯 因为耶稣的爱 他从死里复活 胜过一切疾病 得胜死亡的权势 人的不信 我们会限制圣灵的作为 耶稣 为什么差别人 不信心呢 同样耶稣 有差异他家乡的这些人的不信 因此耶稣没有办法多行神经 在他的家乡 过去我自己也曾经经历 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经历 那一年 当我参加姐姐带我到以色列的那趟旅行 我以为我到了以色列 我会好好地休息 2008年 结果呢 当我第一站 来到了 我跟台湾的团队会合 里面姐姐所带来的 她的牧师 她的整车的人 我因为时差 我因为从这里飞去 所以我里面很累 但是呢 很奇妙的 那个晚上呢 我编了跟姐姐一个朋友 住在一个房间 到了约旦 大家都去逛街买东西 但是这位妈妈呢 竟然告诉大家说 你们去吧 我今天不去 所以我想她跟我在同一个房间 我也不能叫她做什么 所以呢 她突然就跟我讲说 对不起 我听说 你是牧师 你可以为我祷告吗 我很想跟她讲说 可是我时差的关系 我很累 我今天没有感动 要为人祷告 当我要把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 我想到公元两千年 我带了几个将会的弟兄姊妹 在家中 参加Steve Hale的特会 Steve Hale呢 他已经很晚了 我们的聚会是从七点开始 我们敬拜了一个多钟 已经八点多了 但是没想到主办单位的这个牧师 很长期 他分享还长 所以Steve Hale开始讲道 他讲完已经快十点要十点 所以当他要为我们祷告的时候 每个人听到Steve Hale的恩告的时候 就奔上去 Steve Hale已经全身满头大汗 人潮这样包围着他 他祷告不下去 他抬头对着神呼喊 他说主啊 你看到这一群人的渴慕 你自己亲自爱上 Steve Hale 把脸向着我们的时候 圣灵乌高很强 很多人就一个一个都躺在屋上 我那天很难要回居他 但是刚好我不晓得为什么 圣灵让我想到Steve Hale 那天很努力在居士 我就跟他讲说 爸爸你等我放给你 所以呢 我就去换了衣服 等一下出来的时候就在客厅 我真的就是笑把Steve Hale 我真的很累 我跟神说 神啊 我这样子飞来已经两天了 而且那天我在德国的机场 又发生了一些事 已经换了那个登机了 然后我一个人半夜里头 我太累了我就在机场睡着 我醒来的时候我吓坏了 但是机场竟然有一个警卫 远远的看着我 但他看到我醒来 就慢慢走过来 他说我等你醒来 我要带你到你的新的庚基门 我吓坏了 但是我因为太累 我也不管他 我说我把我自己教的事 所以呢这些事情是两天两夜 我才飞到以色列 而且过关很难 我很感谢神 我把眼睛闭起来 跟上帝说 主啊 至于你要不要恩告祂 祝福祂 让你自己来教 他一开始就告诉我说 我从前在台北的教会 我很反对圣服 我也不赞成佩世宁聪明 我更不想要受方言 我说 那你既不想要受方言 不想要佩世宁聪明 那你为什么要叫我祷告呢 但是因为我跟祂不熟 我就很客气 我跟神祷告说 神啊你自己做吧 当我把眼睛打 我愿不愿意为你以前 在台湾拒绝圣灵这一件事情 做个认罪祷告 他说对 我就是要跟你讲这一句话 我带了他做了一个认罪祷告 我就说神啊你自己开始做吧 圣灵充满他 当我只有这样短短的两句话 开始为他祷告的时候 他嬉笑的脸就下来了 他开始说方言 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他在我客厅的那个沙发上 甚至于他滚到 上到地上去 我就把他拉平 让他躺在地上 他从头到尾 四十几分钟可以圣灵充满 当这些人到了街上去逛街 去买那些游泳用品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 他已经大大的佩饰你充满 我开始想 假如我可以这样子为我教会 会有祷告的时候 你想他们会多开心啊 但是圣经就告诉我说 耶稣在他本乡本土的时候 也不受人 我终于明白了 其实信心在这个地方 就是神要给我们的信 就是当你信他 圣灵就可以有机会来工作 所以当我们有一颗虔诚的心 我们在一种绝望的盼望当中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把上帝当作唯一的盼望 我们全心来信靠祂的时候 圣经在这里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 他对我们怎么说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祂赏识那寻求祂的人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 所以你的信心必须要能够讨神喜悦 因为来到上帝面前的必须要信有神 而且要信那赏识寻求祂的人 你的信心必须要能够讨神喜悦 你要做一个能够讨神喜悦的儿女 当你有需要的时候 神哪里会丢下你呢 我们要知道你所信的神 是那位使死人复活 是无便有的神 所以当我们要告诉家人们 我们需要来相信这位神 所以我们看一下 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 他也怎么样告诉我们 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 死无便有的神 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 如今上所记 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 阿们 这位亚伯拉罕所信的是死人复活 是无便有的神 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到 亚伯拉罕 他的妻子莎拉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 所以他是不能生育的 但是当亚伯拉罕所信的 他是信心之父 神对亚伯拉罕说 你这位神是叫死人复活 而且是属无便有 他是没有指示的 但是神说 你的孩子要如同天上的心 海边的杀那么多 所以我们感谢神 这里我们也看到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 他说马可福音这里告诉我们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凡你们祷告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阿们 圣经说你只要信得着就必得着 就是我们温州的阿姨曹阿姨说 你信到哪里你就得到哪里 今天我们也反馈我们的教会 不是只有我们自己的教会 我们看到长久以来 基督的教会一直对百姓有一个很大的亏欠 他们所欠缺的是为 其实我们可以为病人更多的祷告 我们要看到更多的医治 并且呢 我们开始释放这个医治祷告的时候 我们常常看到为人祷告的 会在病人的身上 然后加一句诞书 他说主啊如果是你的旨意 愿主你自己来成就 这样说 就让我们自己有台阶像 我们祷告 却不期望 这些人的心生灵有超自然的神迹 我们常常传讲神迹 但是我们却不盼望神的道 真的发生 以不寻常的方法 来印证我们所传的真理 因为西方教会 我们受到了启蒙 运动的理性主义的影响 我们把一切不能用科学的解释 归入明信 或者是古代的世界观里面 我们把信仰内在化 我们把信仰自我管 变成一个很高尚的人生哲学 我们逐渐的会觉得去教会 是一个高尚的品牌 以至于我们错失了 上帝在教会中 他要呈现 他要给我们上帝的丰富 然后圣经怎么说 圣经说 以赛亚书53章第4节到第5节 他全能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 被神击打苦待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一致 所以我们看到 以赛亚书53章第4节到第15节 这里很清楚的 我们看到 耶稣手受的刑罚 叫我们得平安 耶稣手受的鞭伤 叫我们得一致 所以我们很清楚的 在圣经里面 以赛亚书53章里面 告诉我们说 当耶稣在十字架被鞭打的时候 我们知道 我们在以色列的刑罚里面 规定 我们不能打这个病人超过40下 所以耶稣在这个十字架 上十字架之前 提拉多叫这些刑罚的人 鞭打他39下 根据医学 根据这些科学 他们发现了 其实耶稣因为他被鞭打39下 我们也看到这些疾病的 也听到这些疾病 因为耶稣所鞭打的39下 非常巧合的 我们不能称他为巧合 我们称他这是上帝的创造 这些疾病 竟然有39种不同的疾病 可见耶稣可以鞭打一下 这些鞭打首寿的鞭杀 他所受的刑罚 要叫我们得平安 他边上要叫我们得医治 也是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这要因应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耶稣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他担当我们的疾病 以至于医治标榜神国降临 也就是神的国已经以一个很大的能力 一个方式降临在我们的世代当中 当神有超自然的能力彰显的时候 神的国神的王权 在各个领域里面被遵从 这也是神国在地上被推崇的一个原因 西方的教会 他们靠着他们的金钱 靠着他们的能力 他们在拓展神的国 神的国不断的在被指他们 但是当因此发生着神超自然的能力 可以彰显的时候 神的主权也要被推崇 反观韩国 韩国赵佣金牧师 他的教会的职堂里面 完全跟我们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 韩国教会当他们让上帝的医治 但是在教会临到的时候 他们特别是在他们的医治布道会的时候 他们很乐意来医治这些病 他们开始使用教会的布道会 来做医治布道的时候 很多人因为他们的疾病得到医治 他们的心灵创伤得到医治 他们生命里面很多不容易 也因为这些医治特会 他们开了这些医治布道特会的时候 圣灵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 神也借着他们得医治 他们是坚定他们的信心 他们是从医治进到教会 从医治带出他们信仰和坚定的信心 第二大点我要分享的就是 信心的运作 信心的运作 当我们得到这个信心 要怎么样运作 首先 一 我们要站在恩典的意味上面 我们让恩典来进入信心的操作 我们不能借着信心在神的面前 来夸耀我们的信心有多大 而因为我们的信心 能够来换取上帝的医治 我们只能站在恩典的地位上说 我不配 但是我知道耶稣你可以 耶稣也很愿意医治人 医治的能力不在我的身上 医治的能力在耶稣的身上 今天 我们也看到 不是我可以用我祷告的言辞 我的停止功能的过歉 我不能用我祷告的言辞 而奔取耶稣的医治 我只不过是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 让神医治的恩膏在我们当中应行 因为我们必须站在恩典的意味上 恩典是上帝的 我们今天常常会发现有一个问题 当我们在顺境当中 我们得到的很顺利 我们的生命很容易 我们的生命很容易 我们的心都有一些事 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个 瞬境当中 我们应该充满感恩 我们应该问问神说 神啊 我算什么 我算什么 你竟然这样俱乐 相反的 当患难临到人的时候 人开始埋怨神 为什么是我 神啊你在哪里 上帝的恩典当作理所当然的时候 我们没有真正感恩的心 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在顺境当中 我们可以很顺 而且我们凡事尽都顺利的时候 我们认为这是无所担任 圣经也告诉我们说 上帝怎么样造好人也造改 上帝让我们擎天 上帝也赐给我们恩典 但是我们常常在顺境的时候 我们不感谢神 苦难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天天埋怨神 1995年当我在加州的Summer Tale 特会第一次被圣灵更新的时候 我第一次看到上帝的作为 我看到上帝的意志 我开始为病人祷告 我从特会回来的时候 我向神求 说主啊 祢给我一个音色的恩赐 让我可以为这些生病的家人祷告 我第一次为了这位得癌症的妈妈祷告的时候 我整个的心是跟着她 她做化疗 上去的时候就很努力为她祷告 她化疗 下来的时候 她就像一个斗败的公子 好像青菜就已经枯萎了 我整个心就往下冲 每一次她要开始 下次又要做化疗 我要去探访她 因为在我们教会的那个祷告台 好路人教会有一个reality 我就跪在那里痛哭流进祷告 如上考虑 但是当她上去下来 出了很多的状况 我都很盼望神经 你要发生 你要相信 现在就要发生 我非常非常有信心在祢的上面 主啊 祢是有一致能力的 所以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当我到最后 我自己走不下去 我打电话给家中 为我们按手祷告的牧师 他说我该怎么办 他说为癌症病人祷告的恩赐 不是大家都有 你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心 上帝就是要 癌症病人的得益的机会 也许只有两个percent 也许只有三个percent 但是如果你可以陪着他走 神就是要使用你这样的爱心跟灵魅 就非常地沮丧 因为这位癌症病人 我不断地祷告 我甚至于到PCC 我去拿一堂课 How to prevent cancer 他已经除了为他祷告 还要吃营养的东西 所以我势必恭请 我很努力的在服事这个病人 陈璐牧师告诉我说 你当应该明白神医治的真理 你要放下自己 你不能因为这个病人 你没有救活他 你的心就跟着他去了 你要尊重上帝的解决 当我开始考虑凭着信心 为人祷告的时候 神医治的事情非常地明显 神开始医治一些精神上有问题 有一位姐妹因为得了忧郁症 她晚上睡得不好 所以我为她祷告 这些病人也因为医治的因高 他们等于知道 有一些人在生命中 借着医治 借着一位圣经的教导 这些人也可以从 红绑里面得释放 曾经有一位 她是从别的教会转来的 她常常很自豪地告诉我们说 她的家庭环境多么的优渥 她的环境多么的好 所以她非常的浇灌 有一次她从台湾回来的时候 她非常迷台湾的连续剧 她竟然三天三夜躺在沙发 看她的连续剧 结果没想到 当她可以站起来的时候 她的手已经举不起来了 她的身体已经出了状况 那天她打电话告诉我 她对我说 你可以来为我祷告吗 我就说 好啊 刚好今天教会 晚上有祷告会 你要不要过来 她说如果你来接我 我就去 我心里有一点 不是太 我想她的口气让我感觉不够谦卑 但是呢 我跟神说 神啊 你给我医治的恩赐 当神要给我这个医治的恩赐 我可没有跟神说 骄傲的我不医祂 但是我说医治是上帝 所以我说你今天可以来吗 你来接我吧 你来我就去 你不来我就不去 我心里想 疼痛是你的 但是呢 我就吞下去 我就忍下去 今天晚上呢 我带着她到教会 去参加祷告会的时候 刚开始 我心里想 等一下吧 还没有敬拜呢 我们开始敬拜的时候 敬拜到第二首歌 第三首歌 我就跳起来 她大声叫 我得医治了 我得医治了 我说哈利路亚 我本来想说等敬拜完才为她敬拜 然后我也很担心 她没有耐心 她就为了我跑走 但是呢 我为了她 我很忍耐 这是我们走神道路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这个忍耐的功夫 感谢神 她在那个敬拜当中 神自成全 是我为她按手祷告的 我也看见上帝的灵意 在她的身上 有一次 我在一篇杂志上看到 在香港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 她是一位叫温慧 温慧耀牧师 她在多年之前 她的太太得病了 然后呢 她到医院 看她的太太的时候 太太病床 隔壁那个病床 是有一位老太太 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 温慧耀牧师很迫切在神面前 呼求祷告求神要医治她的太太 没想到老太太竟然出院了 而温慧耀牧师被主接着 为了这一件事情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信奉 面对上帝的医治 神医治或是不医治 我们必须要把主权交给神 因为我们要明白上帝做事的法则 有时候我们会充满信心 我们跟疾病征战 若是病还没好 我们就开始跟自己征战 我们常常认为是自己信心不够 于是我们开始进行祷告 我们征战了许久 若是神不改变祂医治的法则 我们就变成与神征战 甚至于我们看到一些前行的人 受疾病所折磨 心头有充满了怀疑 充满了愤怒 有时候我们必须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 为自己在上帝的面前的情绪来祷告 我们要问问自己 我们这样对神生气是合一的吗 我看过了一本英文的书 它说当你的神 你的神没有意义 他就说 是布什尔牧师 他讲到 当这些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 你的神没有意义 为什么正义的人受苦 诗篇也告诉我们 不要为这些行不义的人 身怀不平 也不要为这些人伤苦 但是 当我们看到一人受苦的时候 你的心 你会不会很伤痛 百夫长的信心 为什么被耶稣夸奖 因为百夫长是站在一个谦卑的地位上 为他的仆人代求 谦卑是他信心的恩情 我们永远都不会了解 主耶稣 他为我们付上什么样的代价 我们也不会了解主耶稣 他被吓到阴间与天父隔绝的痛苦 那是一个我们不能够了解的秘密 当我们知道耶稣付上一切的代价 是才使一切的救赎得以发生 我们看一下生命记 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 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 我们神的 唯有明显的事是属于 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 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化 感谢主 神爱我们 神愿意救赎我们 神愿意 包括医治 让这个神的果降临在我们的当中 神的果降临在我们的当中 医治就是上帝的一个标志之一 不能使的 他而不是曝光ền 火 justify 腹対al 神愿意祭 神愿意看 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需要谦卑 在恩典的地位上 来为这些生病的人来祷告 第二点我要讲的第一字 第二点就是尊重神 让神做他要做的事 这位百夫长他认为神的权柄 运作的法则 他也认识神权柄的能力 当神的这位百夫长 他配神的话语绝对的尊重 而且他的权柄就会产生极大的力量 你知道你的地位 你知道你站在哪里 你知道神话语的权柄 你所说出来的话就带着极大的力量 一个人如果自己可以服从权柄的人 是一个很伪生的人 而且这位伪生的人 因为他对权柄 他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信心 今天 坐在家里听这个线上的家人们 我因为你们在训练课上 你们所听过的 不管是 但是活在遮盖底下 我要说你们是有可能的 因为这个是一个最大的权柄 而且因着你们的尾声 带给你们带给你们 带给你们很大的 顺服上帝的能力 耶稣也在教导他门徒的时候 耶稣说 凡我所做的 我要看到我的天父做的时候 我才能做 很多人看到耶稣医治的能力的时候 他们想要知道 耶稣的权柄从哪里来的 但是耶稣很清楚的告诉他的门徒 我看当天父做了 我照着天父的旨意做 神迹就发生了 当神没有说话 我们不能定规要如何做 我们只能很谦卑的抓住神 普遍性的应许 当神清楚说话的时候 我们要抓住上帝所说的话 这不是讲的 这是对神话语的信心 特别要提醒一点的 即便神没有照着我们的旨意 成就的时候 上帝的恩典仍然是够无用的 在苦难当中 我们仍然要明白 上帝对我们有美好的旨意 我们不要放弃做神 而你能够来享受 从上帝的意志 而且我们要继续的相信 三 我要分享的就是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所需要的 不是一个很大的信心 我们所需要的 乃是要一个 过去我相信我们在 培育课里面成长班的家人 有一本书大家都要必读的 一个课本 那个叫戴德生传 很多人读过这本戴德生传 在戴德生传里面 他讲了一句话非常有名 他说我们所需要的 我们是一个伟大的 我们所需要的 是要去信靠 我们是一个伟大的 我们所需要的 是要去信靠 我们是一个伟大的 各位姊妹 今天 福音可以传到中国大陆 今天在中国有那么多 家庭教会 地下教会 拜德生 他从 每一次回去 他呼召100人 他呼召1000人 多少的内地会的会友 拜德生到中国去宣教 他们不管在多大的困难以下 他们所相信的 是这位上帝 拜神圣说过 他从来没有向人要过一份 但是他一直过着信心生活 上帝给他的供应 没有停止过 所以让他这些年 在中国他可以过信心生活 那我想到 当我们成立教会的时候 母堂也不知道 成立一个教会 是需要拆派人出去 拆派这些弟兄姊妹出去 要把钱也一起送出去 我也很感恩 当我们成立教会的时候 我们只有二十几个学生 我们成立教会的时候 只有儿子给我送了一部电脑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就是给我一个印象 我们没有什么软件 我们也没有什么硬件 今天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面 我一直非常感恩上帝信实的供应 从一开始我们的教会 只有四部车 但是当我们要搬到 UNIFY来的时候 我跟着你求 我说神啊 光四部车是不够的 你要给我们更多的车 我们今天的车 特别你看我们不要讲大人了 我们看我们的年轻人 每个人都有一个车 我们不需要靠着你的车 靠着我的车 靠着我的车 自车人 甚至 神一定会给我们更多的供应 我们需要有这位 不是最大的信心 乃是来信靠 这位伟大的上帝 在你的生活 在你的生命中的领域 你所需要的 是继续坚定的依靠 这位上帝 我在开始服事的时候 太平洋大学里 一位从泰国来的女孩 借着在学校的校园团契 我邀她来教会庆祝 但是这个女孩 常常就是给你一个 很舒适的微笑 但是她里面 相信上帝 后来我知道她来教会的目的 她来教会是要学英文 感谢主 她们抱着什么的目的来参加教会 但是你的工作 带着她去做 所以我没有停止为她祷告 很奇妙的 有一天她告诉我 她去做检查的时候 医生说她得了乳癌 几乎就是下阴倒在地上 为什么 因为她是一个女 因为她没有结婚 那为什么她会得乳癌呢 我不知道 所以我们在这里 为这位女孩子祷告 最后她得医治了 她不但得了医治 她最后她也信了主 她也受洗 因为她本来 但是她得了更多 她得了她的救恩 她让她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 所以呢 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 马太福音第八章 圣经告诉我们说 当这群长老回去了 离开耶稣回去以后 百夫长的苦人已经好了 你相信吗 按手在她的身上 耶稣也没有到她的设下去 你若不信 你就会限制上帝的作为 你若信 你就会在上帝的领域当中 腾出一个空间 让圣灵可以在你的生命里面做事 我们要活在上帝的爱 我们也要选择上帝的怜悯 我们要对人有爱 我们对上帝要有怜悯 就像这位百夫长一样 几经书里面说 其实百夫长 他可以把这一位买来的仆人卖掉 再去买一个新的 我一直没有想到要这样子做 但是圣经既然这样说 百夫长不但没有把他卖掉 百夫长仍然充满的怜悯 百夫长对他充满了慈爱 因为百夫长对他的怜悯和他的慈爱 他就碰上了上帝的怜悯和慈爱 神经就发生了 一想到百夫长生命的改变 那我又回想到当年 我开始为病人祷告的时候 我们的教会在那时候 已经有一位军官在我们的教会 他的Monkey是一位上校 但是他即将要被调到日本的那时候 他去检查 他发现他的耳朵里面 他有癌细胞 大家为他这件事情非常的保持 所以他们就对我说 要不要你为他祷告 我心里想 我可以吗 后来我跟他讲了以后 他说可以 但是他的飞机要走了 所以需要怎么为他祷告 要用电话为他祷告 这件事情 让我想到说 神迹可以同时发生在你我的身上 因为我借着电话的那头 为他祷告 他竟然神迹歧视了 只要主的一句话 事情就必定要成就 在你生死 我相信 我相信 就让我们站在 活儿的死前 把上帝给我们这个恩典 带到这些 需要耶稣的百姓面前 记得 摩西对亚伦说 让他把那个金香炉盛满的香 带到神的面前 来为这些百姓祈求的时候 让我们就真的 把这个金香炉带到神的面前 站在活人跟死人当中 为这些人带求 神今天也在护照 神今天也护照 他们的生命就要得一致 他们将来的结局 就是死亡 但是今天 因着我们为祂的祷告 今天他们的生命就要得一致 他们整个的全人 要进入上帝的恩典当中 我们蒙昭就是为了向神给神往后 因为蒙昭岂不就为了今日吗 同样的我们今天之所以 可以来为这些佛人死人祷告 神让我们站在这个恩典的地位上 来为这些几乎要慎上的人祷告 我们需要去寻求 我们要找到这些人 特别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得一致 今天的一致不是只有这个肉体的一致 我们今天的祷告 也让他们的灵魂可以得一致 我们今天的祷告 灵魂体都要保救 让我们一起听到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祢的恩典 主啊祢让我们看到这位百部长的信息 主啊也让我们看到百部长的信息也能够 让我们站立在神的祢面前 主啊我们为教会的家人来祷告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世上的人 主啊他们在流浪 主啊他们在哭泣 他们的生命里面没有目标 有些人甚至不知道 他们离开了这世上 他们将来要往哪里去 但是主啊今天让我们看见 我们得着了这个恩典 主啊就像 往后说的 你拣选他 你不是为今日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吗 主啊我们要为我们的家人祷告 为我们教会这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来祷告 主啊你赐下恩典 主啊你赐下怜悯 主啊好叫这些人因着我们的祷告 他们的生命被你来更新 被你来改变 主啊你要祝福我们教会 主啊我们今天也特别为这有需要 医治了家人来祷告 主啊你也让他们说出他们的心理所需要 主啊当我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 你让他们真是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 不管他们今天在身体的哪一个部位 主啊当我们为他们祷告 他们的生命不但给我们改变 主啊他们可以得着那永恒的生命 主啊你也医治他们在地上 主啊这个躯壳 主啊谢谢你 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 也随意听我们的祷告 谢谢耶稣 奉耶稣基督的你 阿们 他就跟他有关报告 有关系你们的父子 能不能进行 有关系 有关系 二文字 看我 各种人的 日子 是 主啊 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